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带给您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是台北县的淡水中山派出所 由一名71年次的蔡姓女警 她是经传在派出所的寝室里面举枪寻短 而当时跟她同寝室的同人是正在睡觉 听到了枪声以后被吓醒 赶紧的把她送到马杰医院 但是据了解呢 这个蔡姓女警她平常是表现很优异 而且还有一个是任职警备队的男朋友 为什么会想不开呢 初步的研判很可能是因为她自我的要求非常的高 而且才会面对了多重压力之后寻短 10天举枪寻短 直到下午3点08分宣布死亡 女警蔡世文的同事陪着她的遗体送到太平间 接到消息从高雄赶到台北的母亲 来借女儿最后一面哭断肠 非常激动 但是因为这个破于这个事实 他们也没有办法 她是上午10点到12点的背景班 早上领枪之后 就到四楼的背情室突然拿自己的配枪朝头部开枪 当时睡在旁边的另一名女警当场下醒 立刻通知派出所所长 她跟男朋友之间最近感情状况如何 我们电话联络她 她说都没有什么异样 没有留遗书 手机简讯没有透露出异常讯息 最近出勤到班也都很正常 前一天晚上还一起聊天的同警室女警 和分局的长官都难以置信 因为28岁的蔡世文是国立高雄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 考上警察基特班 就数年毕业后 11月分发到淡水分局的中山路派出所任职 三年多来表现优异 是分局女警当中最棒的一个 她的男朋友同样是远警 任职台北市中山分局警备队 过去因为都是念法律系认识 考上警察之后 建议男朋友去考 让两个人走得更近 成为男女朋友 据了解 最近有人介绍女孩子让男友认识 曾让蔡世文很吃味 另外根据同事转述 蔡世文报考司法官特考 近期放榜没考上 对于自我要求很高的她是一大打击 是不是因此想不开 警方还要厘清调查 中文新闻 肖志光丽小林 特别报道 中文新闻